我来到美国太空总署的喷射推进实验室 想了解情况到底有多糟 我是杰 很好 杰·范米格里耶提是世界一流的水文学家 他一直以来都采用卫星技术测量全球地下水的水平 我去了中央谷地看到农民的现状 他们缺水很严重 我想知道他们的困境有希望解决吗 我认为加州农业的未来真的是个危机 最近几年加州每年大概损失四兆加仑的水 我没听错吧 你没听错 单位是兆 而且其中有大量的水是农业用水 杰说 如今剩余的水只足够维持全纽约 洛杉矶和芝加哥五年的用水 这有牵涉到气候变迁吗 绝对有 从各种气候模式中可以预见 气温一升高 多雨地区 高纬度地区和热带地区 将变得更潮湿 干旱地区将会更干旱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这是美国地图 这是12年的趋势图 蓝色是多雨的地方 红色是逐渐缺水的地方 你看到中央谷地和德州那些热点地区 那是美国的两大食品生产区 他们都在谈论 德州那个地区再过二三十年就没水了 那之后呢 之后我们该怎么种植粮食供给全国人民吃呢 全世界都这么惨吗 到处都不乐观 世界各地的中纬度地区 都是最主要的含水层 但已经到达可持续开采的零件 这也太荒唐了吧 是很荒唐 这对全世界的粮食会有什么影响 这 我们目前在全世界经营农业的方式会变怎样呢 这个趋势将会改变全球的食品安全 能源安全和人类安全 这代表会再次发生大迁徙吗 到时人类会不会万不得已而迁往其他地方呢 我 我想应该会 这种事真的很令人心惊胆战